引子 看着皮肤 有黑精神状态欠佳 嘴角发白自认成熟美 看着自然状态下的苏醒 果然是 有了年龄的痕迹 不再是轻松少年 苏醒因为在微博上多说话 大嘴巴招致很多非议 和和解断奶 论得风波刚过去 终于洗清了自己 爆料和解生三胎的冤屈 没想到 再次口出狂言 他发微博表示 生日快乐很简单 叫了个机就行了 这样的双冠 很容易引起非议 他本人对这种 耍机令洋洋自得 苏醒这边 感慨自己年老 又在小号上传了 磨皮金秀的自拍照 表示三十五岁了 还是很帅的 看来还是有偶像包袱 还要继续走偶像路线 可是苏醒的女朋友美雪 有点等不及了 两人去年恋情曝光 男方却一直没有官宣 害得女孩只能继续地下恋情 而美雪是一名网红 身材傲人面容娇好 还在微博 喊话只想给你做饭 陪你环游 世界睡觉 平凡秀恩爱 疑似想要逼婚 林大师观点 苏醒和美雪相恋 很久感情稳定 虽然没有官宣 却经常晒出同场景的照片 不知道是不是 顾虑苏醒的女友粉 苏醒出道 12年含有绯闻 同期快男张杰 早已结婚生女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能宣布好消息呢